上台编班是国有保护政策 不过对于这个政策 两岛冠议员丹小伙 但今天定期会终止顺序 是因为不适合现在的社会 在今天南岛冠议员丁议会中 教育的议题是由今天联合这顺序的所有议员 都拿出来的参观户有处探讨 除了上台编班以外 王柴粉议员也只剩 原来有设备室班 婴儿班 帖友班丁丁的学校 大部分都是当当市地区 对平安地区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不公平 整个家庭 南岛冠议员很偏远 有整个家庭有他的力量 我跟官员报告 学校他要提出申请 所以这个议员你们提到 这个常态编班这个问题 提到说有家长这样的一个恐慌 这个我们都知道 我们也在思考 怎么样让孩子做一个 适性的一个发展 虽然管夫交由处定 不方便表示 这些学校有诉求 都可以申请开班 但是林药如议员也提出一个困难柴 就是有的学校虽然有议员 但是算不允议到 资源不足的总控 你鼓励每一个学校 只要他有意愿能够来做 技艺班也好 音乐班也好 运动班也好 这个都很好 分析很支持 但是我们看到很现实的一面 就是说 你学校不一定有读完来班 像我们教育住 最近在做图书的采购 以及乐器的采购 我就教在科长 一定要针对那些非四区 非三区的学校优先去思考 另外 南岛管医院抗手下也表示 对于有些没失灵的老师 管夫交由处 是不是有相关的处理办法 不认识教员有几个 不认识教长有几位 那个处长 请问在这个区块里面 你有提出相对的一个考核吗 这个就是有一个 比较模糊的空间 教育部他在定 所谓的不认识老师 这个部分 他也没有一个很明确说 怎么样的情形叫不认识 这点这种 关于这两个退场机制 还有他们考试的问题 回去 再研究看看 要怎么去 约束这一些 比较不好的一些 这一些老师 或者怎么 如果去惩戒他们 讲对不认识老师 在今天定期会中 都会议员 都认为 一定要有一个严格的科学 跟基督 让真正有信道理教育的老师 可以有机会来教育 我们的后一代 记者创伍开 查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